国家发改委昨天就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了发布会 数据显示了4月份国家发改委供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3个 总投资1388亿 主要集中在水利交通和能源领域 而针对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进展 新闻发言人赵晨新介绍说 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将全面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赵晨新介绍 截至目前 有关部门制定的财税金融 职工安置 国土环保质量安全等配套政策文件 以印发实施 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经过几轮修改完善后 也将于近日印发 根据要求 各有关省级人民政府 还完成了钢铁煤炭行业 化解过剩产能 实现脱困发展目标责任书的签订 各地目标责任书签订以及实施方案 按要求备案后 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将全面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到4月末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钢材价格指数 回升至84.66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1.47点 比去年12月的最低点提高了30.18点 对于近期钢价的上涨 赵晨新回应称 主要受政策预期 市场炒作和短期因素等推动 将多促指导有关地区 平稳有序地推动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 平稳有序地推动